小弟今天想做第一个视频 是unbox我的新玩具 那是什么呢 今天刚刚收到的 华为MediaPad T5平板电脑 iPad我用过 AndroidPad第一次用 但在两年前我已经由iPhone第一代开始用起 转了做华为的P20 Pro 那现在呢 我正在用P20来拍这个视频 我自己正在用的P30 Pro 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玩具 那第一次试下unbox影片是怎样玩的 那首先就 那今天就 拿了这个回来啦 这个有Wireless Wave 那Ivy帮我 说了个新的Plan给我听 就 Wireless Wave Richmond Center 那就拿了这个新的 平板电脑回来啦 那有些什么呢 那它就有这个东西啦 那Ped 自己本身啦 还这些充分约阻力 和充分约阻力 和充分约阻力 Waranty 和 QuickStart Guide 和那支 因为这个Ped 自己本身是可以插 SIM卡下去 那 所以它就送了一支PIN 可以插 插个SIM卡 那事不宜遲開來玩吧 HUAWEI的機器通常都有一張很美麗的磨砂的智力包住 都很高質素的 我用了兩部電話 其實有很多人說 HUAWEI可以嗎?我用開iPhone的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有iPhone轉去華為 華為是一個差不多最近次iPhone介面的Android 我由iPhone第一代開始用起 一直用到6S Plus 接著就發現機器有問題 接著要換了但又太貴 好像不想用那麼多錢去買一部電話 最後不如試試用華為 為什麼呢? 華為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有 先看看 先看 拉架鏡頭 拉架鏡頭 其實就幫到很多拍照的東西 聽說今期的P40 Pro 有些功能是可以幫你連 路人格月餅都撿走了的相機的AI 沒玩過 不過我都很期待 下一個電話 可以換下一個電話 那 那我們 不撕子 這個盒子有什麼東西呢? 一支PIN 我先不抽一支PIN出來 因為我不打算插上SIM卡 有充電器 它是Type-C 咦? 不是喔 嘿! 為什麼會這樣的話 我的P20 Pro和P30 Pro都是用Type-C充電器 竟然是USB Micro-USB 有一點點失望 不過 看看其他的東西 可能 不知道它會不會有快叉功能呢? 這次 因為 其實它的電話有Supercharge功能 P20 Pro已經開始有了 它自己跟你的火牛是充電得很快的 那 那 Quick Start Guide 剛才那裡也寫著有 我先看看 那 這是什麼呢? 充電器 但是 很明顯 這個充電器 就是小顆充電器 什麼叫 為什麼叫小顆充電器呢? 那 因為 等等 這個是P20 Pro的充電器 對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哈哈 那 這個Voxel 看看有沒有什麼分別 先 因為P10 Pro的對焦可能近就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P30 Pro好一點 嗯 小弟也有少少弱花 拿過來看看 先 我覺得它 M數可能低一點 對 這個是0.3 那 那個P20 Pro 是0.75 厲害很多的 那 OK 好 玩完其他東西先 那 旁邊兩項是什麼來的呢? 旁邊兩項是沒有東西的 那 那 其實呢 我拍這個VD 呢 純粹貪玩 試一下拍一下東西 現在個個都拍 那 試一下自己做個Presentation 反正我是一個那麼喜歡說話的人 是不是? 那 OK 拆這部機來玩一下 其實 我沒有 搜尋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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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為的 MediaPad T5 其實對比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還是一個很舊的產品 或者對比 比如Samsung 或者iPad 有什麼不同 我真的沒有 因為其實 現在臭小子生活 可以拿起這部機來玩一下 間衝 我已經很開心了 挺帥 都是打橫為主的 那 鏡頭 那 後面這裡也有另一個鏡頭 那我們試一下開機 好嗎 第一次開機會比較久一點 那 我也不知道 那 我也不知道 究竟 需不需要 插錄電腦 啟動 啟動 所有東西 就是 我剛才 說回來 這次是第一次拍一個 這樣的影片 事前有什麼準備 沒有 是這張 這張 東西 因為其實我沒有 家裡沒有一個 很漂亮的空間 可以放一些東西來拍 那 我唯有拿一張小子 來 唉 遮住我一張很亂的床 OK 選擇 功能 它叫我入SIM卡 但我不入了 那我 skip它 接下子 接下子 應該可以分析 WiFi 打開 OK 答錯了 現在 再選擇 WiFi 先 好 好了,完成 Next Check for Date OK,Log In 等一等 一會讓你看我的Email Address 接著會有很多東西 接著接著 Log Screen Zip 其實這個 它自己本身有一個功能 是很好的 即是它會講到明 先重視好一點 Copy your data From an iPhone Or Android device Or Cloud 其實它們本身電話上面 有個叫做 Clone Service 那Clone App 就直接把你大部份的東西可以複製 就算是iPhone 當然啦 Contact那些絕對大部份都可以傳到過去 Apps那些 你要重新下載 因為它本身的作業系統是不一樣的 要記得 但當我由P20 Pro Clone去P30 Pro 那時候 是不自由的 完全把所有的東西 移植過去 那我現在 其實我P30 Pro都用了一段時間 都用了一年 那 那 怎麼說呢 兩個電話是 這個孖仔已經不一樣了 那 因為 那些Apps 它 我沒有把他們兩個的Apps 一個下載 另外都會有 那 所以呢 就 兩個 是一個獨立的電話來的 已經變成 但是 當日呢 我是可以將 P20 Pro 所有的東西 全部移過去 P30 Pro 還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Wireless 當然是 那 那 那 我就按這個功能 我Pause它先 那 我Setup好這個東西 接著再 Play 那 我特意呢 就Unpause回這裡 因為我只按了一下 它就 Bring Data From Backup From The Cloud 即是你在雲端 拿回一些東西下來 Android Google Google 雲端拿回一些東西下來 那 我沒有買到P40 Pro 一個最大的原因 除了 它 都 鬼之外 我不想花錢之外 就是 因為 它 沒有了Google的功能 那 坊間說 你如果在香港買 你拿去Center 可以幫你 把Google 當回一個普通電話 有Google的電話用 是可以的 但是 因為我在加拿大 第一 第二 就是 始終我覺得 這個東西 加上去 就勉強沒有幸福的 唯有 我希望 我們祖國 中國 可以快點 做到一個 一樣東西出來 去取替 Google 這個功能 那 等它們 再可以 User Friendly 可以拿回一些 Credential 譬如你 銀行的APP 可以用得回 其實我特意指出 一樣東西就是 要先 焦點一下 因為它很光 它可以 拿到 iPhone 手機 所以 如果 你用在iPhone 或者Apple 產品 你想把東西帶過來 這裏 都是一樣 幾方便的東西 這裏 現在真的是 Post 那 那 它們有 華為 它自己本身有個 華為ID 像Samsung 那樣 其實 我想它們都自力 做一個自己的系統 出來的 那 那 現在來到這裏 它就說 其實它之前問我 一件事 就是 它的Data Transfer 想怎樣 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就 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就 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就 或者其他的 Android的東西 手機之類 或者iOS 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可以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就用華為的器材 那它就用華為的器材 會明白 以前是沒玩過 就是 除了 之前上過的 數字上了 已經成年多的事了 那 所以 也是 on screen 做所有的事 我不知道 是否有私隱的事情 給你看到 那 那... 那...Phone Cloning 大概的東西都在轉過去了 基本上很快 其實 它有一個App叫做Phone Clone 那...跟著 然後... 嗯... 它... 有個Phone Clone之後 它自己本身已經有這個App 那...跟著你按 然後它就會... 有個Security 的問題 就把東西射過去 在電話上射到 搞定了 幾秒的事 用Full Wi-Fi 或者自己的電話本身 我都... 對這些Tag 的東西都不是說 熄得很多很多很多 那... 不過...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不是以後 是不是應該繼續玩這些東西啦 那... 它... 它都說 呃... 時間剩下只有1分鐘 那它就已經可以 Clone 到所有東西過去了 嗯... 對啦 那些Content Notes Canada 那些已經會寫了過去 那當然啦 那這個就是用Android Google的系統來做啦 那... 那... 以後... 還有沒有這些Unbox呢 不知道啊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 那麼喜歡買玩具的人 那... 那... 有... 有得玩啦 下次試一下咯 那麼... 那... 按啊 那... 要按到 把電話用了 那... 那... 繼續下去咯 那... 希望不要瞞掉你们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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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設定東西啦 那... 那... 例如 weather啊 那... 那些你喜歡要就要不要就保守了 OK Continue Access Your Assistant with Your Voice Match 又要Pause了 因為我想我要跟Google說話了 其實都不用的 他將Data Transfer過去 他已經記得我是誰了 Data 那就搞定了 用了17分鐘 其實多於17分鐘 因為我中途停下了 又要入WiFi Password 這樣那樣 現在我沒有入到 SIM卡 所以就有No Service 這一陣子 其實Wireless Wave 就告訴我我用FIDO 他說其實有個Plan 就是需要給開台費 開台費就45元 然後每個月在你的Plan 加多10元 他就有自己獨立的SIM卡 還有他自己獨立 會有4GB 那我 我放了 我另外現在在拍攝 那個P20 Pro 用 因為我那個會比較大最佳 所以我就寧願 這位 新的朋友 MediaPad 就用回 就不用Data 去索性 就由得他走回 Tether過去給他們 寫回Tether過去上網 那 所以就 現在就沒有 那些小朋友會不會這麼開心 因為他 不可以在街上隨時可以玩得到 那就對 是吧 鎖了機開 那 那 有什麼功能可以玩 其實 大致上都是這麼多 那 有待我們明天 可以試一下可不可以 再發掘更多東西玩 那 相機 有相機的當然有 有 新的相機有很多問題 那 由於 他就沒有 拉架鏡頭 那 喂 別人這部機 你開了之後 他不用錢送給你的 那 我想怎樣啊 你是不是也要拉架先 那 現在已經 有 我的手 我的手機 已經有拉架了 那 其實都不用 我有兩部手機 有拉架 那 所以 欸 普通的相機 其實都不會可以拍照的 都是用 功能多的 那 所以 就 他的相機 是不是很美呢 嗯 見仁見智啦 我就覺得 怎麼都不夠 他漂亮的啦 那 那 對咯 那我們 下次 有機會 再有東西 unbox的 再玩過咯 bye